HELLO 大家好 我是紫辰 今天的影片要和你聊的是 关于这个频道的一些调整 感谢这个关注这个频道的各位好朋友 那我这个频道是讲这个 汽车气修网路直销赚钱 这个相关的话题 那也就是说我的生活我学到什么 我就讲什么 没有什么特定的规矩这样子 那今天你聊聊天的方式呢 你可以把这支影片调成两倍数来观看 会比较省时间 最近让我想起来 就是说最近快三千订阅 让我想起来就是说 我为什么刚开始要创立这支频道 为什么要开始这个频道 为什么要开始录影片 就是以开始的目的来做 就是以目标来做开始 就是我那时候想要退款我的事业 帮助更曝光让更多人知道我的服务 我最近会比较专注在录制这个创业 还有学习的话题 那会比较少做修车的内容 那修车我还是会做 虽然那个是对我来说录起来比较简单 但是我还是选择说比较挑战的项目去做 因为这是我一开始录制频道的目的 那当然修车的内容还是会持续的 比较少而已 还是会更新 然后在这个网路社群媒体 这是我的频道 是我很自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 那接下来我会希望说 把我带一个支架事业 然后跟我平常学到的东西 当一个笔记也好 当一个记录当一个学习 就是我们有时候学到东西 然后自己的头脑装进去以后 比如说你先看一本书 然后看完了 你可能装在头脑里面 然后在自己再讲出来 就是你再教别人 或是自己再分享一次 用自己的语言讲出来的时候 会不太一样 可是当你讲出来的时候 再去实践就是去用的时候 会有一种 就是好像真的学到的感觉 不然其实书看过入文没有用 像我之前背一些英文单字 没有用一下就忘记了那种感觉 所以呢我这个频道 你说创YouTube频道会不会太晚 其实我觉得不会 你就当个写日记吧 记录你的生活 然后呢你不要管 有没有人按赞 有没有人按导过来的赞 然后多少人follow 多少人订阅 多少人回馈 就不要管 你就不要看他就好了 你就专心做你想做的事 OK这个是这个频道最近的一些调整 那我就会先先试试看 然后 基本上是往 就是减少修车的内容 讲更多直销跟创业学习的内容 那我希望就是把这个事业 跟我在做的事情讲得清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感谢你的支持 帮我订阅频道 最终我的IG就可以了解我更多的生活 或是有关的内容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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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